欢迎,科技台课的建筑会目前有基盘一条 没建制的模型展览 学生给你去找出世界出名的没做建筑 前后又用这模型的方式来展现出来 其他老师就表示没在建筑是世界交流 因为宽布在这又更不怕抵挡 同时也基盘说透过模型的建筑过程 欢迎学生对到结果有更新的人性 电话观念观的建筑师公会 也修处常务兵心甲将来 做回来背后未来的建筑师 博在台台作为建筑材料有这种普世和温暖的感觉 今年科技台课建局黑老师索兵修 今年就宣定博在作为材料 发生来制作建筑模型 全世界来讲它是一个潮流 同时它也是一个比较环保的建材 因为它可以固碳 同时它也可以是料之后可以再循环 那对于台湾的这种在比较有地震问题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条件之下 木构造它又是一个比较柔性的结构 所以它的一个跟地震的这种抗震的能力 也比较好一些 哈姓自己去找出世界国际有名的木造建局 人家有分析这种建局有重要的事 最后分析的重新典型出来 哈姓表示这个过程应有得真正 这栋建筑是位在日本的熊本县 熊本县这一带它的木材 也就是它们的木料品质非常好 所以说建筑师想要透过这栋建筑去表达 当地的居民对它们本身木材的自信 我们利用画图时候的爆炸图的概念 把所有的模组都分成一块一块的 然后把这些理性的模组结合起来之后 再去编织不规则的部分 来完成这个模型 那当然做起来是比较麻烦一点 我们在从中学习到一些 像是一些细部啊 就是可能我们之前 如果不会去特别观察的话 都不会懂的 可是当我们做到仔细慢慢讨论 然后把它做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从中学习到 非常多结构的问题 副林官建教书工会 今年修处参部副林科技大学建教会活动 理事长有业绩卿表达 业绩需要这种人材 这种的合作可以创造成赢口诗 我们工会也一直在寻求说 怎么样跟学术界这边能够有一个结合 那刚好苏老师有提供这个机会 那当然这样子就是一个 很棒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模式 那透过这一次的经验 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学生 知道我们业界所需要的是什么 这种模型在博主建教里面 都很有代表性 这种模型展示的地点 在博士馆里面进行 展示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 是要参观的品牌要拍的时间 记者在这边的赞云报导 我们下期见的小节目 在博士馆里面进行 有点小节目 在博士馆里面进行 再次按照片 再次按照片